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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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价最接近的支撑是存在一年多的价格通道底部 对于美元指数来讲 其稳支撑很重要 因为这样才能避险免崩盘的危险 欧元兑美元 汇价日内继续跟随英镑兑美元走高 触及日内高点1.1085 目前小吃途指标轻微超买 日内公布的德国12元经济景气指数增至10.7 为21个月新高 不过分析认为 早前德国公布的工业生产以及其他数据相对疲弱 显示德国经济仍然险弱 投资者目前关注本周四欧央行利率决议 预期维持利率不变 在技术上 欧元兑美元短期区间阻力1.1110 支持1.1040 美元兑日元 日内风险情绪回落仍令汇价轻微承压 不过汇价目前维持在昨日低点108.42上方 投资者关注本周美联储政策会议 短期料风险情绪继续主导汇价走势 在技术上 美元兑日元日图继续看跌 小吃途指标仍有进一步下行空间 短期支持108.40 跌破有机会测试108.00 英镑对美元 民调显示在大选临近之际 保守党领先优势有所扩大 继续支持该党赢得多数席位的预期 大选后 英国将顺利脱欧的希望继续提债英镑 尽管欧洲时段公布的英国方面 经济数据较为疲软 10月GDP月率不及预期0.1% 录得0.0% 10月工业生产月率录得0.1% 不及预期0.2% 大选预期的积极影响 概括经济数据的不利影响 英镑对美元正继续刷新 近期新高至1.3190 不过小吃途显示 1.3180一线阻力仍然有效 短线只要有效突破 才会进一步测试1.3200 或更大上涨空间 否则可能延续高位震荡成立 下行关注1.3150以及1.3135等支持 弹劾特朗普事件发酵 全球贸易局势呈优势关键所在 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周二宣布针对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两项弹劾条款 其中包括滥有职权 及妨碍国会调查的指控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 旨在不迟于周四 就弹劾条款进行投票 而根据美国弹劾总统的进程 政议院司法委员会将讨论弹劾条款 其后提交政议院进行全体辩论及投票 一旦政议院通过其中一项弹劾条款 后续将提交给参议院审理弹劾案 尽管目前市场普遍认为 参议院并不会接受弹劾的要求 但在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前 该事件无以影响美国政治稳定性 另一方面有消息显示 美加墨 贸易谈判代表签署了新修订的美加墨协定 为三国立法机关批准该协议铺平的道路 特朗普周二更表示 这将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好最重要的贸易协议 美墨加协定将涵盖北美洲每年1.2兆美元贸易额 关系者美国1200万工作机会级三分之一的 美国农产品出口 投资者日内需要重点关注美国11月CPI月率 美国截至12月6日当周EIA原油库存变动 欧派公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 以及周四凌晨公布的美联储12月利率决议 上述风险事件均将影响油价短期波动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